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現在補習是形成了一個企業化的活動 他們看準了這個所謂新高中的新的課程 學生有壓力 家長又不放心 這些焦慮造成了補習市場的出現 並且他們是一個非常賺錢的行業 大家就去鬥 也包裝到那些老師變成一個 好像男模特兒 女模特兒 很型的 很潮的 很專業的 這些就是食證青年人或者學生 他們都可能有一種偶像 追尋偶像的年齡 所以就把老師都包裝到 好像是一個明星 一個偶像 一個 icon 經過這些包裝之後 就令到他們對於青年人更加吸引力 他們又建立他們的品牌 所以已經是非常企業化的運作 令到同學會有種可能跟偶像的風氣 去跟那個所謂補習名師 網上補習我想是一個 途徑形式的問題 其實仍然是要解答學生的問題 對於一些可能他給不起錢 要去真的見到一個真人 即是一個老師在這裡和他補習 網上補習可能是另一個渠道 即是解答學生一些問題 可能是便宜一點 或者他不想周圍勞動 即是出來乘車去補習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其實創立這個平台大概已經兩年了 兩年多前我和Simon 因為Simon和我是中一已經認識的 我們一起有一個舊同學聚會的時候 就談到為什麼現在的補習 不可以利用資訊科技 有一個可以不用學生周居隆頓 以及可以很方便隨時隨地的補習模式 於是我們就決定創立了這個網上補習平台 其實選擇補習主要是因為香港現行的傳統補習 都是要就老師在哪個地點哪個時間 學生就可以上課 大部分都是可能放學後4點至8點 其實學生都很累 我們就知道我們覺得學生最精神 而我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最精神讀書的時候 往往都是晚飯之後就對著電腦 還要是去到12點、1點都不想睡 那段時間才開工溫習 我們就發覺不如做一個網上補習平台 可以讓學生在他可以最精神對著電腦 大概是晚上9點後兩、三點前的時間去溫習 其實我們就是製作了一個網上的平台 可以讓老師很容易在網頁瀏覽器上製作到自己的產品 好 同學你好 又回到我們經濟科的環節了 所以當時很多香港人就沒有信心了 也穩定到1元美金等於7.8港元 然後就放上網給很多學生去看 其實學生很簡單 來到我們的網頁 註冊一個帳戶 好像平時都是上網的學生認識的 註冊了帳戶之後 他就可以免費試用一段時間 他就可以隨意選擇平台上任何課堂去收聽 其實他們一路只要他隨時上網 在網頁瀏覽器上就可以看到課堂 然後他們有不明白的時候 就可以隨時在螢光網上都可以問問題 我們的導師就會在收到問題之後 很快很短的時間就可以回答他 你至今就由香港拿走了 溫到美國 不過大家都要知道 由香港轉錢去美國 學生就可以一路上課的時候 一路可以記錄自己的筆記 或者例如用一些螢光筆 或者寫一些溫習的重點 等之後回來 他已經可以重溫 全部都保證到雲端 我們儘量在幾小時內 就可以解答學生的問題 如果我們發現問題 在數小時還未解答 就會有專人打電話 請老師盡快解答他 喂?Hello,Edwin 是的 有一條問題想你回答一回答 兩小時之前發出 在英文初中文法課程 Tensis的課程 有個學生問了一條問題 是的 已經兩小時了 希望你快點回答一回答 謝謝 謝謝 拜拜 其實除了我們兩個之外 我們還要整個團隊幫忙 做事 做甚麼呢 當然有些同事 就要負責去聯絡所有導師 因為我們會有比較多不同的導師 又有這麼多課 究竟每個導師的進度去到哪裏 有哪些課程是可以已經準備好 擺到外面了 另外還有會有些推廣的同事 就會幫我們設定過程度 究竟何時去甚麼學校 何時會去不同的區 另外又會有些同事專做設計 因為我們始終會多不同的飛行 或者是網頁長期繼續更新 其實就需要不同崗位的同事 才算是對方的 教學院的同事 所以我們會期待 我們會期待 謝謝 謝謝 謝謝